歡迎來到醫神獨教 今天我們要來分享 三合遺跡你不能不知道的營運方式 Part 2 在上一集三合影片中有提到 三合遺跡一開始的時候 第一天最起碼要通關152 卡在153 這樣你在隔天凌晨5點到10點區間 才能拿到第一個紫色裝備的箱子 那當然再以不耗費太多的材料為前提 你能通關到越後面拿到箱子的機率越高 像我第二天跟第三天都只拿到一個紫色箱子 但是聽說有人一天就拿到三箱 這或許帶有一點機率的成分在 你可以看到通關排行榜 我是第52個突破300關 而設計值目前是卡在25名 跟第一名的落差大概60萬 可是基本上突破90萬甚至到100萬的這些人 他的設計店原則上來說 四級應該都是吃滿的 而我們卻還有很多的裝備可以白嫖 但是你要記得 深設計店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不要跟我今天一樣 我昨天是卡了群熊跟蜀國兩個三級 然後五國跟魏國兩個一級 卻忽略掉我的五國只差一個就可以去提升到二級 導致於我今天拿到的藍色裝備 是群熊跟蜀國 我原本想說群熊跟蜀國已經突破二級 他應該不會給群熊跟蜀國的裝備 沒想到人算不如天算 害我今天整整少了50萬的五柱幣 不然的話設計值應該會再更高一些 所以你在提升設計店的時候一定要切記 假設你今天二級神殿已經升到三級了 而你剩下的神殿又都是一級 記得要先把一個神殿提升到二級 這樣你在第二天拿到的裝備 才會優先從你沒有的開始補 舉例來說 如果明天衛國二級 然後因為我蜀國只差一件裝備 所以沒意外明天一定是拿到這一件 那蜀國上四級之後 兩個二級兩個四級 我就必須要再把一個神殿升到三級 這樣我在隔天才能夠確保 一定可以拿到一件紫色的裝備 而且不會是你已經有的 這個細節非常重要 千萬不可以忽略 那正如我上一部影片所提到的 你在壓設計值的同時 你可以以最低的設計值通關 用最少的資源去通關 甚至於你在挑戰關卡的時候 還可以更輕鬆 你不需要跟前段班一樣想陣容 研究搭配 搞得自己腦細胞死了一大堆 這是非常輕鬆又愉快 又可以省資源的最好的方式 在我的步驟走 你最少可以跟中課 甚至是大課 拉近至少兩三百萬的材料差距 五國四個 魏國四個 藍色 一個二十五萬 八個 就是兩百萬 紫色一樣八個 再加蜀國一個 總共九個 九五四十五 就是四百五十萬 所以最多就是可以節省六百五十萬的五珠幣 當然這是理想值 因為可能就像我剛剛說的 假設明天都二級的話 我勢必要浪費一百萬左右 去提升一個神殿 讓它上三階 這樣我才可以確保在隔天 能夠拿到一件金色不會重複的裝備 所以六百五十萬只是一個理想值 那再怎麼少一定可以拉近兩百到三百萬的五珠幣材料 這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只是唯一的缺點就是 你必須要放棄前幾天的守護者 因為你沒有去提升設計值的話 你的守護者分數不會高 但是由於這是第一張的材料包 所以影響其實不會很大 而且當前段班把它的材料資源 在可能一百五十萬一百八十萬兩百萬 甚至是兩百五十萬吃完的同時 我們的所有五珠幣材料包 都是在三百萬最起碼也在兩百九十萬才把它吃掉 這也是一個你拉近與課長材料差距的方式 以上就是今天三合遺跡 你不能不知道的營運方式Part2的解說 感謝各位的觀看 答案 好 沒有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